Hello Hello 歡迎大家收看Jonathan 阿漫游 我是Peggy 旺景佩老師 剛剛那集的《先生不識》 也挺精彩的 也有驚喜和驚喜的想和大家分享 在分享之前 記得多謝你們 因為大家記得按讚我的影片 每天都有增長我的訂閱人數 會越來越多 希望快點就過一晚 靠你們了 麻煩你們 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多謝你們 其實那一晚 我覺得最令我驚喜 是安琪和周筆唱的醒醒 為什麼呢 其實一直以來 例如我女兒都跟我說 安琪其實在《青春有你》那裡 是很好看 很帥的 但是 為什麼我在《先生不識》裡面 覺得這麼奇怪 我不是覺得她很吸引 覺得有點奇怪 到了剛剛那集 我真的看到她的潛力 還有為什麼她這麼少年青人歡迎 這首歌應該是90年代 很紅的林一年的歌 以往林一年灰色 哈哈哈哈 又說錯多 《聖聖》是另一首很出色的 跳舞歌 也是林一年當時 牽涉是女性有跳唱的 她帶出來 安琪在這個表演 我覺得很體悟 一舉手一投足 她的唱腔 也唱得不錯 而且真的做到她應有的水準 這個才是我覺得 原來為什麼我 因為我知道安琪 要入《先生不識》 原來很有吸引力 那個attractiveness 都很強 我們先聽聽吧 心靈 盡快清醒 聽一聽我淚淚愛的呼聲 醒醒 盡快清醒 都不懂外面再活救生命 周北唱就不用怎樣說 一向都覺得他有爆炸力 唱功很穩健 很穩實 唱這段歌他一定能駕馭 因為之前看過他的《乘風破浪姐姐》 唱快的攻擊做得非常好 很準 音準 感冒也沒問題 唱慢歌也跟他的同伴 唱得很好 配合 他唱得很好是一定的 只不過安琪令我挺驚訝 另外這首歌叫醒醒 我們經常說咬字 如果咬得不好 你不去到音音那裡完 首歌就不好聽 我看見他們很明顯 因為安琪的廣東話不太準 可能不斷唱都會提醒醒醒 即是要咬得盡快清醒 他那個韻是 聲 聲 呼聲 這些他做得很好 你生命醒醒 盡快清醒 聽不到這是最後愛的呼聲 所以聽到歌就不會覺得很突然 或者字很怪 這個我也覺得他兩個做得很好 有一個位是唱《Back to Love》 原來安琪唱得很好聽 原來安琪唱得很好聽 所以安琪唱得很好聽 我以為他會唱 我以為他會唱 再繞上去 當然他不是事意順 所以就沒有這樣繞 但是那個爆發力也很強 這兩個的歌唱得非常不錯 尤其是唱著 很帥氣 穿著西裝 效果挺好 雖然是輸了 因為之後那段 在評分之前的氣氛弄得很強勁 以我記得應該是林曉峰他們 有整個氛圍做得很開心 所以就有點吃虧 但其實在技術上 我覺得這首應該是贏的 我自己覺得 第二首相說的 其實也挺有新鮮感 也挺有期待值 就是林子祥和善英純 好像爺和孫 這次就不是孫仔 而是孫女善英純 唱《千億個夜晚》 其實這首歌 我相信有很多年輕少少 都不知道這首是什麼歌 應該是不懂的 還比醒醒更早期 應該是八幾年頭 沖沖光陰如雲 千千空虛無憾 對善英純來說 都是一首他都說 是未唱過的類型的歌 和他唱的R&B 和些Rhythm、ние Groove 比較不同的變化 也有變化得更多 這些是比較等等 450的歌 尤其是早期的歌曲 旋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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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律是像…… 旋律是簡易一點 沒那麼多變化 對他來說 旋律是陰如雲 天天空虛不要哭 其實是比較難 因為怎樣可以按住自己 比較R&B已經入血的感覺 是比較難的 所以看到他們兩個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反差 聽一下吧 聽一下 陪著忘記 將他重彈 但思絕難忘 歲月依人在你家 全容忘憂無恨 天天空虛無恨 如果大家細心聽 會聽到 其實是一音二音 兩個其實都不會 一個唱主音 一個二音 因為Key要遷就 好像Selie姐姐說 林志祥哥哥的Key比較高 經常遷就他 遷就到自己唱得很低 看到是一到很低音 Key太低 就會唱和音 然後就唱一音 在片中 剛才大家都看到 我都指出 所以其實要記住 你什麼時候一 什麼時候二 都其實挺難的 所以對他來說 我覺得已經忘記了 他不懂廣東話 反而覺得這麼厲害 好像已經是母語這樣唱到 空虛的夜晚 這些都唱到了 所以可聽性都是高 雖然這首歌都沒有贏 但他一件事就是覺得不值 不知為什麼 善言純次都不贏 即是激鬼死 反而之後說的前輩歌手 所以葉思文是長勝的 每一集他演出都是贏的 第三首也是我很欣賞的前輩歌手 就是葉思文姐姐 為什麼呢 原來他唱《蕭沙走一回》 其實大家都很期望他唱 很希望他唱 結果真的唱《蕭沙走一回》 我記得我以前比較喜歡聽慢歌 例如一年姐姐的City Rhythm 那首歌的慢歌 比較有戲聲 我喜歡聽那類歌 但當然葉思文的真功夫 我們說他的真聲 他的單田做得非常好 我覺得他這次的版本 唱得比他以前的版本更好 整個畫面神幻緣 無論是紅色的布 背景 那些姿勢 其實我也沒什麼印象 這個姿勢都做回來了 康口真的技巧沒有退步過 比之前還勝過 我覺得是很厲害很神奇 不如我們先聽聽 你又最喜歡吃神 雖然不知人間 多少的憂傷 何不瀟灑走一回 雖然不知人間 多少的憂傷 雖然不知人間 裡面如果聽到 和原唱是有少少少不同的 你要將情緩之山 他以前從來都不扭 當然在於木染之下 其實這麼多新人的補出歌手 都有其他原來歌手 都會影響到他 用一些可能 平時少用的一些技巧 另外除了他有轉音之外 就是有些 以前的字不是這樣 這也是隨著面場的感覺 把自己的發揮有少少不同 也有新鮮感 除了幾十年前唱的版本 今次這個版本我是很欣賞的 為何在《先生不實》裡面 葉世文姐姐整天都贏 實在是她的實力很強 根本就不覺得她已經白髮 苍瘡或是年紀大 感覺不到她的活力很有 能力很強 爆發力也有 所以真是很開心可以看到她的表演 之後當然一定要講Gigi 有她出場我們都會很開心 因為是一個香港的一個 很常進的女生 她唱的劉適君和曾比特的《失戀》 不可以用唱歌什麼技巧去形容 是一首很開心 比賽比了這麼久 也要放鬆一下 唱一些比較開心 延長氣氛很熱鬧的歌 是草蠻的《失戀》 我們來聽一點 是一首歌曲的《失戀》 她的歌曲是個非常可愛的表演 音樂也像Google的年代 見到嚴明熙的動作 少見他的表情 對他的粉絲來說很開心 不用看著他唱一些心淡 要用很多技巧的歌曲 輕輕鬆地表演這首歌 和劉色君和Mike 很開心地演繹一首快歌 有感染力的歌 但在欣賞的角度來說 我當然希望他唱一些很有實力的 有技巧可以讓我們看得到的慢歌 當然每次都是這樣 這次也是一個不錯 結果沒有贏 應該是輸給黑琴奶巴的那一隊 我們再講下一首 就是這首 還有《魔動閃霸》 《雨夜的浪漫》 再加上黑琴其中首歌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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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真的想過度過他的演出 知道的氣氛緊要 他的氛圍又或者出聲出口 都是很懂得去選擇的 我們先聽聽這個 我們先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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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看 可能黑琴有教過他進步的咬字 是可以接受的 當然比起《無不義》和《閃城》 他們已經唱得好像自己的母語一樣 都是差一點 但至少我覺得可以聽得到 不會覺得現在已經很噁心 《雨夜的浪漫》是當年都很Hit的歌 最catchy就是中間chorus 多麼多麼需要你 長夜裡不可分開痴痴醉 我覺得這兩句都好聽 中段加了護花痴 我打算加下去沒什麼特別 但原來《阿摩洛閃》的Rap 反而這個真的挺驚訝 我猜不到Hakon的Rap得不錯 令我對《摩洞閃》的印象更加好 因為不是很快的Rap 這首歌是驚訝的 當然在比分之前出的氣氛更好的表演 其實是好處的 結果這首歌是贏的 所以我說《阿摩洛閃》是很厲害的 她去計算一下要什麼表演 在這個場合 在今天的表演 或者今晚的表演 又或者怎樣才會贏 她也是捉到路 所以她也是很聰明的 不知道最後一集的時候 又會大家唱什麼歌 其實很開心 因為大家喜歡的Gigi 也有代表作菲菲 也有和千華唱的《勇》 例如李克勤的《菲花》 又或者其他《珍比特》的初戀 都成功爆了出來 以及林志祥唱的《單車》 大家都會一邊聽 所以我覺得這個節目是做得很好 最後一集不知道會怎樣 可能會更加 希望會聽到一些更加高水準 層次 不會只是快 我是喜歡聽慢歌 聽他們的技巧 最後一集再跟大家說 拜拜 多謝大家